殿下本来 是应该有个嫡亲哥哥的 先帝瑞水四年元月 殿下的母亲 当时的肃王妃又生 五月第一天傍晚 肃王妃说要进宫秦安 可是她走之后 肃王和臣才发现 她去的是恐吓 不让姐姐姐家 那年闽太子出世 惊吓到了你的母亲 如果那个孩子没有出世 就是陛下的嫡长子 和未来的皇太子 敏太子末后 京城开始传一支谣歌 金陵选同镜注 家人回首顾不顾 肃王惊怒 命臣全城搜捕歌者 引得先帝大怒 以致山陵崩 也没有正式册封 他为皇太子 肃王其后 玉与寡欢与你母亲开始疏远 并拿赵氏女 次年有了殿下的哥哥 齐王定堂 其后赵氏专闯 是忠书令 殿下的外公 几次三番告诉陛下 他必须要一个